喂!SGC回來講的 今天說什麼? The Amazing Spider-Man 2 即是蜘蛛俠 二,Rise of Electro 導演是誰?Mark Webb 他之前都是導演第一集 回來做第二集 那誰回來做呢? 新人都在下面看看 那這個可以說什麼? 跟回第一集,男主角女主角的關係 然後加一個新的壞蛋 講回Electro 講他怎麼變成Electro 為什麼這個人會變成Electro 之後他會做什麼 那有什麼好看呢? 第一,都是跟回第一集 Andrew Garfield 和 Emma Stone 那些 chemistry 是超棒的 即是看到他們上鏡 做他們拍拖的東西 就很... 有些小動作很可愛 即是他們真的在拍拖 我覺得是很容易弄出這個格 Jame Fox 做Electro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即是他一個... 即是沒有人鬼理的人 變成了一個瘋的電的佬 然後他那些Aesthetic 那些Make-up 都挺型的 打都...打都挺過癮的 然後Dane DeHaan就回來做 Harry Osborne 然後我覺得他都... 他說服力都很高 即是做一個... 有錢仔啊 真的很靜啊 但都是跟... Andrew Garfield Peter Parker 做... 朋友是做到的 然後就是... CGI 我覺得一向都... 他飛得這麼正 我覺得都很開心 看到Spider-Man 在那邊... 飄來飄去 那幾正下的 還有多些就深入 就是講回他... 他做了G合之後 那些心理是怎樣啊 那就看到他是... 跟那些... 周圍的人的關係是怎樣啦 那... 那有什麼不好看呢? 我就覺得這套戲那個... Pacing... Pacing 都不一般的 就是很多東西應該是短... 就變成長 長的那些呢... 就變成短 我覺得Andrew Garfield 和Emma Stone 那些拉拉扯扯的那些 其實都不用寫得那麼... 準的 其實這個故事... 內容我覺得是... 改得可以改很多東西 因為... 如果你不知道呢... 下一套呢... G主入345呢... 多數會講一些... 超大的東西 因為他們想抄回Marvel那邊... 那些... 那些...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是... 其實在組裝那些東西出來啦 那... 就可能會... 那... 我是想看... Spiderman 2而已喔... 我不是想看... 就是... 設定那些... 超大的... 陣仗的那些... 那些東西喔... 我覺得你... 看這套戲會有那個feeling 很多東西都... 講一下又不是講很多 就是給你看一下 少少這樣的東西 然後... 還有... 就是壞人喔... 如果你看到Spiderman 3呢... 其實他們... 他們沒有學過東西喔... 都是這樣玩... 放太多壞蛋在那裡... 我覺得... 其實你... 一兩個已經好了... 但都要加一些... 多過一兩個... 然後我覺得... 他們就寫得... 其實可以拉長一點啦... Peter Parker跟Harry Osborne的關係 可以拉長到第三集的... 但他們的... 迫得太... 迫... 去到... 即是... 這套... 做得太多東西... 就覺得... 應該... 不用去到這個地步囉... 就是... 我不是想透過很多的... 即是... 他們的地步... 可以拉到... 做朋友... 做到朋友... 做到第三集的... 即是... 即是... 你知漫畫... 你知哪一個... Harry Osborne... 你不知... 就... 看一套戲... 你就知道他是怎樣的啦... 接著... 我也其實... 問自己... 第三集會怎樣呢... 即是... 我覺得... 你第二集發生了... 很激烈的事情... 那第三集... 我覺得... 那些... 默契... 都不同了... 所以我覺得... 都... 其實... 故事內容... 又不是很好看的... 即是... 他們... 玩東西玩得太厲害... 玩得太大... 想加很多東西... 但... 他們的小動作... 電腦... 打架... 還可以咯... 真是故事內容... 真是... 你不要進去看故事... 我就覺得... 你會多多了... 對了... 就講完這套... 知足入二啦... 經常都這麼說啦... 有話想說的話... 就... 就講完啦... 知足入二... Out!